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众生根基很恶劣 但都包含在十方众生之内 因为无量寿经里说 当来之是精道灭尽 我以慈悲哀敏特留此经 止住百岁 岂有众生直死经者 随意所悦皆可得度 一万年之后法灭众生 你遇到这个无量寿经 遇到灵魂法门 舌头一张一谈念 那麽阿弥陀佛愿意往生 都可以往生 那何况现在呢 这不成问题 这样就喊所有的人 不管有智无智慧 有罪没罪 持戒破戒 凡夫圣人 善人恶人 在家出家 男女老少 统统包含在内 没有不往生的 只要你真心愿意往生 统统往生 这就是涉及的广大 我们过来再看 所以意识成佛 像这样的众生 是救度到极乐世界 有所分别吗 没有 进入暴土 统统成佛 这几段法语也非常好 三恶道中 地狱恶鬼畜生 皆生我差 受我法化 不久 西成阿弥陀多罗 三妙三不提 通通成佛 平等觉经言 八人勤苦 生死根本 悉令如佛 又是一个拔字 拔 拔除我们 生死根本 这个根本啊 我们的生死啊 都扎了根了 都在这当大本营了 所以要把它拔除掉 生死根本就是无名 要让我们呢 对象佛一样 悉令如佛 这个令字啊 就是始动词 就他力的 让我们都成佛 三十二相 八次总好 皆令如佛 外相跟佛一样 内心也跟佛一样 这个外相跟内心啊 是一致的 你长什么样的相 就有什么样的心 你有什么样的心 就会显现什么样的相 所以佛他内心呢 平等 慈悲 所以他外相就庄严 清净 我们内心染物 那外相也染物 这个 八九不立十 会看相的人 也能看出一点门道出来的 因为这个 内心跟外在 它是一致的 所以既然能够 三十二相 八次总好 跟佛一样 那么说明他的内心呢 也有这样的相应的德 又说说经行道 皆如佛 这里讲的都是用了词 都是如佛 跟佛一样 说经行道 就是度化众生啊 那庄严经里面又说呢 如佛 金色身 妙相惜圆满 亦亦大悲心 利益诸情品 如佛 金色身 妙相惜圆满 这指外相 同佛一样 亦亦大悲心 讲内心大慈悲 和佛一样 利益诸情品 说度化众生的 功效 和佛一样 这就是佛发愿 要把这种功德 平等布施给我们 即使忤逆 办法的众生 往生呢 也是平等 这样让我们得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